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位在中正区的南海路及重庆南路二段的交叉口 在马路斜对面的三角窗是我们的邮政博物馆 现在看到的天桥那一端是我们的重庆南路三段 随镜头慢慢往右边带来可以看到我用红色镜头标示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建国中学 包含在建国中学对面则是我们台湾的历史博物馆 目前在整修当中 那我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是台北市的中正二分局 今天我们要看的房子是位于马路对面这栋白色外观 我用黄框框起来的这个社区叫做国王大厦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跨过我们的重庆南路到我们的社区下面去看一下 社区一楼的出入口位于重庆南路二段十九项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十九项的巷口 国王大厦的管理时间呢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早上的七点到晚上的九点 随着镜头慢慢往右手边带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我们国王大厦的左手边这边是我们的机械停车位 车道出入口再我们把镜头往上移一下可以看到三楼以下呢是采用红砖设的建筑那以上呢就是采用白色的二丁挂 另外呢在我们的社区的大楼一楼右边呢这边有一个空地 每天下午的三点到五点呢可以摆放我们的垃圾会有管理员过来搜送 一层我们规划六户公用两部电梯 像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六楼的小公梯间 电梯呢约莫于六年前整个重新更新过 从电梯出来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面呢有摆放我们的脚踏车 以及我们的消防栓等灭火的设施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区域呢分成两个区块 再以电梯为中心种呢分成左边的三户跟右手边的三户 共用两部逃生梯 我们先来看电梯出来右侧的这个逃生梯间 这个区块呢总共规划三户 最小平行呢是姿势 姿势的平数呢是15.98平 那另外平数最大的呢是42平行的产品 再来我们看出来电梯左手边这个区块 这边一样有个逃生梯间的设计 这边一样有个逃生梯间的设计 今天我们看的平行呢是25平行的一个两房的产品 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到房屋室内去看 首先你进来呢看到是我们开放式客餐厅的空间 我们的时照用途呢是集合住宅 房间的规划呢看到前面左手边这面墙呢是我们的房间 那另外在厨房的相对位置呢在我们比较靠近右手边这个墙的后面是我们厨房的位置 它两个房间的位置呢都是面向我们的重庆南路二段 再我们把镜头转到我们进来大门的位置 包含可以看到我们在右手边这道墙呢有做一个壁橱的一个鞋柜 接下来我们往我们的餐厅的位置前进 这样可以大家可以更了解整个室内隔间的规划 分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左手边的一间房间以及右手边的房间及卫浴 那中间呢夹着我们的餐厅跟我们的阳台 我们先来看左手边的这间房间 这间房间竟然呢在左边是一整排的旧式的壁橱的设计 标准深度约60公分左右 那它对外的开窗的朝向呢是朝向西南面 我们这一间房子呢它的朝向就是都以西南面的采光为主 我们的时照用途呢是集合住宅高度呢是3.1米 整个基地面积呢约824平方米 一层呢大概是约6到8户不等 像我们这一层呢是一层6户 那现在我们离开第一间房间可以看到前面的相对的一个隔间的规则 分别一去是我们左手边的房间中间的卫浴 以及现在右手边的厨房 另外水电管线呢有部分做更新 像现在我们来到了我们厨房的空间 包含看到我们的天然瓦斯表呢也是规划在这个位置 以及我们的排油烟管 但是像厨具的部分呢都已经拆卸完毕 那落水头跟水龙头呢都还有做保留 再来我们准备看到我们的卫浴的部分 卫浴的部分呢我们有规划一个泡澡的浴缸 那领域的连蓬头呢就直接接在我们的浴缸的旁边 另外这个社区最值得特殊一提的部分在于说 它的电梯有到达地下室B1 我们地下室总共规划19个平面车位 但是它是属于机械平面那种就是做机械载台下去再停到我们的平面的位置 那目前呢19个位置是直接是完全有使用的目前没有住户出租 接下来我们来到呢我们的第二个房间 在第二个房间可以看到现在在右手边这边有个凹角的部分呢 可以把它规划做我们的壁厨或者再做一个半套的卫浴 因为刚刚好在它就跟我们刚刚客位的部分呢是做相连的 那样这个房间的开窗的朝向跟刚第一间一样都是朝向我们西南面 那在现在看到右手边的墙壁上呢有一个对我们阳台开的一个小型的气窗 最后呢我们看到我们整个房子的阳台的部分 我们的学区呢是四大富小宏道国中 另外社区在几年前呢一样都有做我们外推的铁架 可以摆放我们分离式冷气的主机 这样社区的外观呢会比较整齐一致 所以镜头往右手边带呢现在是往总统府的方向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墙壁上那边有我们原始放置我们热水器的一个管线 再我们把镜头往上移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上面的一些情况 因为目前室内呢没有摆放分离式的主机 所以我们铁架上面是空的 从我们房子步行到中正经验堂捷运站二号出口的步行时间呢 约末式六分钟 只有我们再把镜头带回到我们室内餐厅的一个视野去看一下 以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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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